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者是建设工序 我其实上个礼拜已经讲 为什么这一张 我会把它拿出来讲 也很重要的原因是建筑业 在台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 所以大家都说建筑是 所谓的万业之母 一个建筑的产业 如果兴盛的话 其实可以带动很多的产业 也就是带动很多的制造业出来 所以往前我们现在都一直在看 建筑的相关问题 那我们不站在这个房价等等的 合不合理的 或者是什么房地合一 这不是我们要谈的重点 今天开始谈224页的建造合约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两个 两个谈完我们就下课 第一个就是建造合约 第二个就是我们附入理念 我上个礼拜有讲说 其实像航空公司 有很多什么里程的累计 那甚至你去返货公司 现在什么周年献 什么欠一大堆的 那这些它其实都有什么点数 那这些点数 对于我们的会计 怎么去记录这些东西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在 16章里头要谈的两个议题 我们上个礼拜谈三个 就是我们16章谈三个 三个里面 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谈了一个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谈第二个 224页的建造合约 那我们看一下建造合约 基本上我们在谈这个交易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去讨论 我什么情况 这一章你要记得 我们这一章要谈的是收入 所以一定要谈 我的收入怎么认列 那收入 有所有有收入就一定要什么 成本 所以我们就是有去谈 怎么去认列它的成本 所以我们来谈 那接下来 在谈这个正式议题之前 请你记得 我们的会计处理的基本观念 如果有损失 在我的建造过程里头有损失 我就立即全部承认 好 有利益 那我不会立即承认 我等实现了 按照我实现的比例才可以承认 所以这个观念在第16章 也是一样适用 所以请大家特别记得这个观念就是 有损失 在我们宽地里头 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副块里面有谈过 所谓的稳健原则或审慎性 就是有损失必及承认 有利的未实现不承认 所以这里也是一样有相同的概念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24页的建造合约 是指建造一项资产或建造一组 最主要就是因为一个工程 像盖房子也好 或者是承认工程 它都不会是什么 在一年之内就完工的 好 所以在每一年我们怎么去承认它的收入 好 所以看一下呢 在224页开始 建造合约是指建造一项资产或建造一组 在设计技术及功能或最终目的用途等 有密切相关或互相依存的资产 而制定的合约 譬如说房屋 好 还有呢 什么桥梁 水坝船舶 或者是河川的书军等等 这些都是 所谓的建造合约 那这些建造合约呢 我们大概是 因为重点是 它不是很快就可以完成 所以我们要再根据它的工程进度 来认定它的收入 除非我的工程呢 我没办法去确定它有没有利益 所以我们有另外两种处理方式 所以我们建造合约 建造合约 它的会计处理方式有两个 好 一个最长的就是完工 完工比例法 然后呢 另外一种就是 我不敢 我不确定 会不会这个建造的合约 这个建造的合约完成之后 我也没有利益 所以我们有个什么 成本回收法 好 这两个方法 最大的不同是 完工比例法呢 原则上是我认为 这个合约完成 是我有利益 是有利益发生的 那这种情形是 我对于整个工程完成 是不是有利益 或者是我收到 这个委托商的货款 是不是 或者是那个价款 有不确定金数的话 我就用采取成本回收法 所以这两个方法之下 是这个方法 我可以在建造期间逐年去承认收入 而且会有毛利 那这个方法不是没有收入 而是没有毛利发生 当然它有损失还是立即承认 所以这两个方法 不同的地方再说一次 这个是我们最常用的 只要你没有重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收限 然后再者 我整个工程 当然我去承栏的时候 一定要有利益 我不赚钱 我会去承栏吗 不会 所以在完工比例法是 我认为这个工程 我是有获利的 我是有赚的 会有毛利发生的 所以我就用完工比例法 那完工比例法呢 在工程的建筑过程里面 所以我会按照完工比例来承认收入 所以我说我们这一章在谈收入 最重点就是谈 我怎么去承认收入 所以完工比例法 一个前提就是 我整个工程 我不认为 我认为会有获利 那所以我在工程的进行当中 依照完工比例来承认收入 而且会有毛利发生 当然建造过程里头 如果我发现 整个工程完成 其实我的投入的成本 是大于我收到的价款 合约款的话 那我就立即承认损失 所以这个方法 比例法跟成本回收法完全一样 跟有损失 我就立即全部承认 好 但是我有利益 完工比例法 因为我说了 完工比例法是依照完工的程度 我来承认他的收入 而且有毛利发生 所以这个是有利益的 那这个呢 是 我对于整个工程结束 是不是有赚 或者是重点是说 我能不能如期收到这么多钱 我其实是没有很大的把握的 所以我比较保守的处理方式 就是我先收到钱的时候 先承认我的什么 投进去的成本回收 所以叫做成本回收法 所以我先投入了成本 我现在没有确定 没有不确定 我现在没有非常的有把握 说他一定会损失 只是我会收到多少钱 其实我没有很大的把握的时候 我才就用成本回收法 这是一个比较稳健的处理方式 也就是说有收入 好 未实现 就因为我现在是不确定嘛 不确定 到底我最后的结果 是不是可以如我们的合约 收到那么多的现金 或收回那么多的钱 所以我就先收到的钱的部分 我先承认为 我投入的成本回收 所以他一样有承认收入 因为我的收入 刚好等于我投入的成本 所以他没有毛利 好 所以成本回收法 不是说他没有承认任何收入 他的 他有承认收入 只是收入刚好等于什么 他投入的成本 所以他并没有毛利发生 好 那当然成本回收法 如果我进行当中 发现整个工程结束 我是有亏损的 那一样 我有损失 立即承认 所以这两个方法 不管是哪个方法 都没有违反 我们刚刚讲到 如果你的工程是有损失 这样你可以估计的出来 你的损失是立即 而且全部承认 好 当年度就全部承认 好 那成本回收法呢 就是为什么会有使用这个方法 我对于整个价款 能不能如当时合约的签订 而产生这个收到钱的话 我有不大确定的因素存在 所以我就是什么 用成本回收法 好 那当然你可以知道 这应该是不常用的方法 如果成功为一个工程 我们未来会不会收到钱 什么都有重大不确定性因素 你会去承认吗 当然不会 只是说 也许你跟他签了约之后 那你开始签了约 进行到一段时间 你才发现 有这个隐忧存在 你才用这个方法 好 所以这两个 在我们的建造合约里头 谈这两个方法 好 那我们再谈一下 那整个工程的进行当中 可能合约 如果像我们去买房子 绿售屋 现在都在谈 不要买预售屋 它不管怎么样 预售屋的好处就是说 我根据这个房子的 这个新建的程度 比如说我签约 就先有个定金10万块 然后它如果什么地下室完工的话 我就先交货款的百分 募款的30% 然后进行到哪里付多少钱 所以它其实有点奔旗的意味 当然也是 你现在还不能马上住进去了 所以它一样的现情形 就是说 它就是有点像 有点像说完成多少 我就投入多好的现金 给建设公司 那所以一样 这是建造合约的时候 可能在合约过程里面 我们受托人跟委托人 那就会什么 就会签订合约 什么时候或者是进行到什么程度的时候 你要付多少钱 或者是按照完工的比例 或者是它定额 就说 反正我第一年就付多少钱 第二年付多少钱 好 我要谈的是 当他收到钱的时候 好 那收到钱的时候 一定要什么 请你记得 承包公司要先开发票给对方 跟他邀钱 他不会主动说 哦 好 根据我们的合约 第一年我要付多少钱 我就把钱会给你 不会啊 你要想 这个 这个委托人 他付这笔钱 他要怎么出账 他也要有凭证啊 好 所以 一定是先 所谓的承包商 去写 就是写申请书 或者是开发票 给所谓的委托商 委托人 跟他要钱 所以当承包商 开这个发票出去的时候 他的账就要记录了 好 他的账要怎么记录呢 他就要借 应收工程款 好 他要去跟对方要钱啊 好 那你想想看 我们在销货的时候 我产生应收账款 代方是什么 销货收入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跟对方收 这个工程款 是应收工程款 跟应收账款 是类似的 类似的 好 因为我说了 我们买卖业的话 会产生叫应收账款 工程业的话 我会收的 叫做应收工程款 其实他的性质 跟应收账款 是很相似 好 那我们的代方会 是什么科目 我产生这个应收 原则上 我们代方要产生什么 销货收入 或某某收入 工程收入 但是对这个公司来 对这个发包商 承包商来讲 他整个工程 还没有完全的完成 所以照理说 他就只能成 叫做预收工程款 这样听懂吗 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哪 我们刚刚谈到是说 你怎么去承认收入 有这两个方法 好 那其他我们在谈 不管是哪一个方法 只要根据合约 然后承包公司呢 去拍发票 去跟八包公司 要是请款 我们不是要要钱 很难听 请款 好 我们跟他请款的时候 八包 这个承包公司 跟八包公司 请款的时候 他就借应收工程款 带预收工程款 这是他的会计科目的使用 好 那我们先讲到这里 我们就来回过头来看 课本上面的例子 好 所以基本的概念 先跟大家讲一下了 好 其他内容 你就自己先看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在我们的例子 请你看四例六 好 我们从例子里面 讲完 你回去再去看看前面的文字 你去对照一下 你就知道前面在讲什么 好 要不然没看那个例子 没看例子的话 你看那些文字 你其实也许不太容易拿捏清楚 好 所以我们直接看例子 那文字的部分 我就不带你们看 请你们回去自己再重新review一次 会让你的逻辑会更清楚 好 好市立六 230页 三幅建设公司 X6年初 承建一项工程 预计四年完工 合约的总价是300万 好 那三幅公司的彩完工比例法 完工百分比法 是完工比例法的意思 好 那这四年呢 他每一年实际发生的成本 分别是60万 90万 66万 以及56万 好 那重点是 上面是实际发生的 所以X6年的时候 我知道X7年的吗 不知道 所以你要知道 看这个 这个题目或给你的资料的时候 你要看懂 好 X6年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X7 X8 X9会实际发生多少 所以X6年的时候呢 我只知道X6年 如果实际发生多少的这个工程支出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要承认我这个工程是有利益的 我一定要估计整个工程完工我需要投入多少的成本 我才知道承包这个工程会有赚多少 好 最后面你可以看X6年他说整个工程完工我还需要投入180万 换言之 在X6年度的时候 这个三福公司预计这个工程总成本是240万 然后呢 这个合约价是300万 所以他预计呢 这个工程他可以赚60万 好 所以第一个先了解他的情况 就说他会产生的是60万的那个 那个就是会有毛利60万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X6年 X7 X8 X9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怎么去承认他的收入 好 当年实际 当年实际发生的成本 好 X6年的时候呢 我投入的是60万 估计尚需投入 好 其实这边呢 我们应该要好一个 好 当年度的 然后再累计投入 好 然后呢 我们再估计项需投入的成本 好 好 再来总成本 好 然后我们完工比例 好 第一个我们看X6年度 好 他投累计上个年度累计了没有啊 好 因为X6年在开始 那X6年我估计还需要投入的成本 还有180万 所以我总成本是240万 好 那240万我们去估计 好 我累计投入的成本也是60万啦 好 到今年为止累计的 好 我们这样写好了 所以我全部需要投入的成本是240万 然后我现在已经完成了 投入了60万 所以我完工比例是25% 好 好 所以我承认的收入 我们先说累计 承认收入累计 承认收入好了 收入 润略的金额 当年当起当年 收入 好 那我们在什么 收入 我们有个什么 我有工程支出啊 或者叫工程费用 所以我得到工程毛利 好 夸付就是损失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呢 我完工了25% 我全部的合约价是300万 这是我的合约价 好 所以呢 我的合约价去乘上25% 所以我可以任务的收入 是根据这个金额算出来的 所以300万的25% 就是75万 好 当年度可以承认的 就75万 因为前面没有以前年度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这样写 好 然后我的工程费用 今年呢 它是不是告诉我 我发生了60万的工程成本 好 所以我的毛利就有15万 好 这是非常的标准 因为我的60万乘上25% 这样看得懂吗 好 所以我的工程收入当年度 因为我只管当年度 我记上是记当年度的 好 所以我当年度就承认工程收入 好 75万 好 累计总投入的成本就150万 因为60万 60万再加上这个90万 所以150万 然后估计呢 差7年估计我还投入的成本 它有什么 100万 所以我整个成本是多少呢 好 我如果怕搞错的话 我这边把它划开好了 好 所以我这边加起来250万 所以我整个成本是250万 250万我现在投入了多少 150万 累计已经150万了 所以我完工比例是多少 150万去除250万 所以完工了60% 60去乘上300万的合约价 我可以承认的收入是180万 好 所以如果怕搞错 我把它分开 好 这个其实是你自己怎么去写 重点是我们要做出来后面的 好 然后呢 我当年度可以承认收入多少呢 我60%之下可以承180万 上个年度已经承认了75万 所以今年我可以承认1050 好 那我发生的成本 好 我看一下呢 我发生的成本 你可以两边去double check一下 我发生的成本是 这边是90万 这边已经说我90万了嘛 好 所以我承认的毛利就15万 那你也可以核对一下 我完工了60% 根据我估计整个成本跟我的合约价 那整个完工我可以赚50万 50万完工了60%的话 我可以承认30万的毛利 第一年承认15万 第二年承认15万 好 没有问题 没有超过我可以承认的毛利的金额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我们先请你记得 我们要先算出我的收入 好 那接下来呢 看一下差8年 我投入了66万 好 所以我整个工程呢 到目前投入的金额是216万 这个加这个216万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根据我们差8年估计呢 我要投入的金额 还要投入多少 54万 好 所以整个工程下来呢 我是270万 工程的总成本是270万 那270万占合约的多少呢 应该90%吧 好 270万除300万 就完工的90% 好 那完工的90% 乘上300万的话 我的收入累计 可以承认是270万 对吧 好 我80吗 算一下 150加上66万 然后再加上54万 对270万除300万 啊 我有看错吗 估计完工项序投入是54万 累计投入成本出一种的 对不起 这是全 我算错了 210万 216万去除270万 好 我可以承认的收入是 这个 这个 对我抓错数字了 因为我的完工是根据我的成本 总成本 跟我同路成本的比较 对不起 刚刚算错了 216万去除270万 所以完工的80% 对 好 完工的80% 80%的300万是240万 好 这是我可以承认的收入240万 那我们看之前为止呢 我前面已经承认了多少 我前面已经承认180了 对吧 我在差7年度 我已经承认180万的收入 所以差8年我只能承认多少 60万的收入 对吧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如果我整个收入 如果我的总成本是270万 那整个合约价扣掉我的总成本 我只赚30万而已 赚30万 我前面三年两年都把30万承认完了 是不是承认太多了 所以整个来讲 你想30万 我只能承认80%的话 我只能承认24万而已 可是我这边全部承认了多少 承认了30万了 我只能假设到差8年 我全部只能承认24万而已 可是到差7年 我已经30万都承认完了 所以在差8年 我就把什么 回收回来 所以我的总成本 刚好也是66万 所以我刚好承认什么 损失6万块 这样看懂吗 这样是不是把30万30万 减掉6万是不是回到 我现在可以承认的收入 那个毛利24万 对不对 再说一次 我整个工程的毛利 在差8年度估计只有30万 因为我的总成本270万 而我的合约价就300万 所以整个工程在差8年 我估计整个工程完工 我只能赚30万 这30万呢 根据我完工比例法 我是不是到差8年 我只承认80% 因为完工80%而已 对不对 所以完工80% 我只能承认 到差8年 我只能承认24万 可是呢 我差6 差7两个年度 就已经承认到30万了 是不是承认太多了 所以差8年 我就承认 毛损6万块 就把它冲回来 这样看懂吗 好 这是差8年度 我只承认 我没有毛利 而是我是什么 工程 毛损6万块 好 那最后一年 好 最后一年呢 我投入了56万 所以整个工程呢 我是216万 加上56万 所以全部是270 272万 好 我累积的成本 是272万 好 所以我的总成本 也是272万 因为已经完工了 好 所以我完工了百分之百 所以我全部呢 在这个年度 我可以承认的收入 就300万啊 因为完工百分之百了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再差8年 我已经承认了 累计承认了240万嘛 所以差9年 我就可以承认的收入是60万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我整个工程是赚了多少 28万 28万对吧 好 那我这边呢已经承认了 这3年已经承认了24万 所以最后一年我可以承认4万块 也刚好是我的工程 费用是56万 对不起 这边应该夸股表示减项 好 所以有4万块的工程毛利 这个例子刚好我的成本 我的工程费用 刚好是我投入的成本 完全一样 但我刚才讲的时候 我没直接把他抓下来的原因 是待会儿我们再看 你就会发现 而我不能直接把工程成本 直接抓下来 好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呢 呃 当我在做这个整个工程 因为这个例子里面 是整个工程下来 我都在每一年我重新估计的时候 他都是还是有赚的 他还是有盈余的 因为我的总成本都没有超过什么 300万 所以他都是整个过程里面 他都是认为有利益的 只是他承认的利益 可能每一年估计都有变动 所以这个叫估计变动 就不说既往 刚看懂吗 好 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每次发生成本的时候 譬如说像差6年 我投入了实际成本60万 差7年90万 差8年66万 差9年54万 当我发生这些支数的时候 我的科目都是借 再建工程 好 先开始讲 就是我的会计分路怎么写咯 好 我们刚刚之间我们先算出来 那算完之后我们就要是什么 回到我们的交易分路怎么写 好 第一个先告诉你说 当我发生这些实际成本的时候 我都是先写 再建工程 好 其实你可以看231耶 就有写了 好 所以呢 那个再建工程 如果我投入了成本的时候 我都是借 再建工程 好 那我刚刚是有谈到 我有发生勤款 因为像你这边有写 像我这边 我有分期勤款金额 差6年申请80万 那实际上收到40万 好 那我刚也讲了 我勤款的时候 当我投入的时候 我们是借贷监工程 好 写一下好 你可以对照一下 好 第一年是60万 带现金啊 或者是等等的 好 60万 然后呢 我有勤款 我是借应收工程款 代预收工程款 第一年我申请的 差6年我申请80万 所以我就借应收工程款 代预收工程款 80万 那他说呢 我实际上只有收到现金 40万而已 好 所以是应收工程款收限 好 接下来我们期末 我这边是不是有承认了 你可以看我整个交易里头 没有承认收入 没有承认费用 所以我是最后再来承认 所以我承认的时候是借 好 因为我就不写其他年度了 借工程费用 费用方便在借方嘛 代工程收入 这是我放的损一表 有要列的金额 好 那我们第一年承认的时候 工程收入75万 工程费用60万 借贷不平衡啊 所以呢我就是 当我借贷不平衡 就是承认收入跟费用不一样的时候 我就是借贱工程 所以我这边借贱工程15万 这一年 我的借贱工程是写在贷方6万 因为我什么 我的收入比较小 贷方比较小 借方比较大 所以我借贱工程就写到贷方来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 为什么我们要先把它做完 我等分入住一次这样 好 我投入的时候 我都是写借贱工程 好 我投入这些成本 当然不是一次投入 所以一定是嘛 欸我投入了 付 譬如说付材料的钱的时候 我是借借贱工程贷现金 好 然后呢我承认 因为我有些机器设备 好 是我公司的机器设备 那我要承认折救使用的时候 我们要分摊折救啊 所以他也可能什么 借折救费用贷在贱工程 好 所以这些什么相关的支出 我发生的时候 我都叫在贱工程 好 那我跟对 跟八包商呢 这个勤款的时候 我是借应收代预收 好 这比较特别 应收是资产喔 好 预收是负债喔 我意思啊 好 一样 所以比较特别 借应收代预收 那我收到了钱 好 发包商呢 付了钱 我是借现金代预收 好 那我要讲的一下是说 我这个预收工程款 这个科目 每一年只会一直都发生在代方 你可以发现 像这个科 X7年我清款 70万 X8年清款 90万 X9年清款 60万 整个加起来就是300万 所以我的预收工程款 会一直累积到X9年 全部300万 产生了 好 就是整个清款的时候 我就产生预收工程款 当预收工程款什么时候会冲掉呢 当我整个工程完成的时候 预收工程款就会跟再建工程冲掉 最后 所以预收工程款呢 在我的那个建造过程里面 它都不会发生在代方 因为预收工程款我是根据什么 我们的合约去请款的嘛 好 所以预收工程款 我一直都会发生在代方 对不起我刚刚讲错 预收工程款 在整个新建的过程里面 它只会出现在代方 就完工的时候 再一并跟我的再建工程对冲掉 这样看懂吗 所以我清款的时候 我每次清款都是借应收 代预收 借应收代预收 所以四年累计下来 我的预收工程款就会是三百万 那整个工程完工了 我就把再建工程跟预收工程款 对冲掉 这是它分路的邪法 这样看懂了吗 好 所以预收工程款 是每一次请款 我就会产生 那整个工程完工之前 预收工程款都只会出现在代方 它就在完工的时候 再一次把它回转掉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 我们说产生性的会计科目 就要去想 它放在哪一个报表哪一个位置 好 当然这个收入费用毫无疑问 就放在什么 损益表 再建工程 它会把它放在资产 那通常啊 因为我们说了 它是流动还是非流动 好 如果我是一个承包商 也许我是一个建设公司 或者营造商 那因为我本来承包的工程的时间 都比较长 所以我的营业周期 你像这个例子四年 那我的再建工程 如果按照时间来讲 那是不是应该是 它四年才会完成啊 那是不是我把它放在非流动呢 好 一般来说 我们还是会把它放在流动 好 所以它是算在流动资产里面 有点类似是 就是你包含建造的一个 有点像存货啦 某种性质有点像存货 那这样是一个存货 它就是一个什么 流动资产的概念 好 那重点来咯 那我刚讲 预收工程款 它是一个负债性质 好 但是它比较特别 预收工程款 跟在建工程比较 如果预收工程款的金额比较小 它就放在在建工程的底下 它是一个简像 因为在建工程本来是 发生的算在借方啊 所以预收工程款是发生在代方啊 所以如果它预收工程款比较小的话 它就会放在在建工程的底下 所以它是归在资产 而且资产因为它是发生在代方 所以是资产下面的一个简像科目 跟着在建工程 相反的 如果我的预收工程款比较大 那我的在建工程款 在建工程的金额比较小 那我必须把它放在负债 基本上也是流动负债 那是有负债里面是预收工程款 去减掉在建工程 也就是说 当我的预收工程款比较大的时候 预收工程大于在建工程 我就放在负债里面 那原则上我也认为 应该是放在流动负债了 所以是预收工程款 去减掉我的在建工程 因为在建工程是发生在的方向 是跟它不一样啊 所以它当然就是它的减项 所以用进而来表达在它的负债 流动负债的底下 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这样看懂吗? 所以在建工程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资产限制 预收工程款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负债限制 但是我们在这个交易的时候 我们是把预收工程款跟在建工程 是把它放在一起 就像我们如果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讲 应 租令的时候 我们有应收租令款 下面不是有跟着未实现利息收入 记得吗? 未实现利息收入 发生在贷方啊 所以它编表的时候 是放在应收租令款的底下 它是一个减项 这概念是相似的 好 所以在建工程 如果大于 金额大于预收工程款 我们就把这两个科目 放在流动资产 然后呢? 因为预收是在贷方 所以大概是放在在建工程底下 它就是一个减项 相反的 如果我的预收工程款比较大 那我的 这个 这两个科目就必须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负债的底下 原则上我认为是流动负债 好 那我是什么? 预收工程款 下面减在建工程 让我的负债金额 预收工程款 大于在建工程 所以这个地方是 它在报表上面的放的位置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好 如果以前想说 印收租赁款 下面跟着未实现利息收入 天经地义 因为印收租赁款就是毛额 所以未实现利息收入 就是它这段期间的利息 所以你会很清楚去认为 这两个科目 我认为你应该很清楚了 就放在这个底下 但是在建工程跟预收 你会感觉上好像两个不太相关的感觉 因为 好 但是因为它是同一个 就是属于工程合约上面所产生的 所以我们的报表的编表的方式 是这样子放的 好 写在哪里呢? 写在230 没有写的 好 应该在后面 更后面一点 好 238页 好 看一下238页 好 看一下那个238页 好 是不是 在我的流动负债 因为第一年我收到的 第一年呢? 因为我的印收80万 预收80万 而我的在建工程就75万 所以第一年它是放在什么? 流动负债的底下有个印 那个预收工程款减掉再建工程 来第二年呢? 我整个工程是180万 然后我的那个预收工程款呢? 只有多少? 只有150万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什么? 流动资产的底下 这样看懂吗? 在238页 好 好 那那个239页 一样 好 就是一样有预收跟在建工程 好 只是说金额可能不一样 因为它是另外一个例子了 好 所以这是288页 238页给大家看到的 事例6 好 分路怎么算出来? 金额怎么决定? 然后再来你的分路怎么写? 报表怎么放? 好 这是事例6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刚讲说我们的建造合约 有两种处理方式 一个就是什么? 完工比例法 或者是完工百分比法 第二个叫做成本回收法 好 我们这两个方法同时看呢? 大家就可以对照一下 它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请你看一下 235页 好 势力7 对不起 势力7要不要看一下 我们刚刚势力6是整个工程有利益 我先回过头来看 看一下232页 先成本回收法先等一下 我们先把完工比例法看完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整个工程 过程里面我都承认 我都是有收入的 就是有毛利的 那么现在看一下势力7呢? 工程建造到中间当中 我曾经有认为它会有损失过 所以这个例子我去印证 有损失立即而且全部承认 好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势力7好了 好 所以232页我们看一下 好 X6年 我的实际上前面呢? 其实实际上发生的成本都一样 60万、90万、66万、56万 好 但是我估计的成本不太一样 好 我用这个地方来写 好 前两年一样 前两年一样就没有变 好 就没有变 那我们要看的是 X8年度 所以前两年都一样 好 所以我第一年承认了工程收入75万 工程费用60万 然后再建工程借方 那个借方也有15万 好 那第二年一样有承认再建工程 因为我认为有毛利15万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 市立期从X8年开始不一样了 好 那X8年呢 那个 它是前缓金额 好 前缓金额也没变 所以我们也不用特别讲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X8年的时候 我认为 整个完工还要投入104万 所以X8年我已经累计支出的成本 工程成本已经有216万了 但是我整个完工还要投入104万 还要加上104万 所以整个工程完工我需要320万 好 眼前你就可以知道 我整个成本320万 可是我整个合约价就有什么 300万而已 所以X8年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工程公司承揽的时候 是有亏损20万的 这样看懂吗 好 我有亏损20万 有损失立即承认 好 可是我不是只有承认20万的损失而已 为什么 整个工程我有损失啊 可是X6 X7年我已经承认了30万的利益 工程利益 前两年已经承认有30万的利益 可是我在X8年的时候 认为整个工程完成是损失的 所以我不但要X8年不但要承认我20万的工程损失 我要把以前承认的工程利益毛利 一并把它充回来收回来 所以这个年度我要承认的工程损失 不是20万而已 要50万 为什么是50万? 第一个 整个工程结束 在X8年我认为有20万的损失 我们刚刚讲有损失利益 而且全部 你不是说20万完工80% 我承认16万就好了 不是 有损失利益 而且全部承认20万 但是我这一X8年度 只承认20万损失就结束了吗? 没有 因为整个工程我是损失20万 可是前面两年我已经承认工程利益 加起来30万了 所以我要把这个利益冲回来 所以这一年我要承认的工程损失 是50万 而不是只有20万而已 这样看清楚吗? 所以就符合我刚刚讲 有损失利益 而且全部承认 但是我说了 不是只承认20万就结束了 因为如果你只承认20万 那这边30万 你整个工程到X8年度 你还是承认利益有10万 那就完全不对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全部完工要320万 我现在投入216万的话 我占了67.5% 所以根据67.5乘上300万的话 我可以承认的工程 收入是2025,000 这个去减掉我前面承认的180万 所以我这边的工程收入 只能承认225,000而已 可是我这边要让他损失是50万 所以我这边承认的工程 费用就是72万5000 这样看懂吗? 所以我前面一直做的时候 我都是先确定我的收入 然后确定我有毛利是多少 然后我再去回推我的成本喔 所以你不能说那这不是66万吗? 不是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投入成本的时候 我们都是写再建工程 所以我的收入跟费用 都是最后才去任务金来 最后我才会去承认工程费用工程收入 都是期末才做的 这样看懂吗? 好!所以前面我投入的时候 我借再建工程66万 我没有借工程费用 好!是我最后要承认收入的同时 我再把相关的费用一并承认进来 所以我刚刚讲说 我刚刚在做的时候 像这个例子是刚好他的成本 他的要承认工程的费用跟 他投入的在建工程完全一样 那是因为他有利益 但是如果他要损失的话 对不起 我这边就 我能够承认的收入是22万5000 但是我最后结果要让他的 工程损失50万 所以我工程费用就承认是72万5000 这样看懂吗? 差8年度 我就必须做这样的调整 就是跟前面的势力流不一样 好!那来最后的结果 好!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最后他一样 好!最后我成本56万 所以我整个工程其实还是交什么? 272万而已 但我前面已经认为是有多少? 320万嘛! 所以一样我这边300万的话 我前面已经成… 我前面才承认220… 200… 2025000的收入 所以减量300万 我这一年可以承认 好! 97万5000的利益…收入 好!也就是说300万跟2025000 就是这个我全部可以承认收入的 金额去扣掉我前面已经承认的 所以差9年度我要承认的收入 是一个金额 好! 让整个工程下来是赚了28万 而不是前面认为的亏损20万 所以最后一年我要让他的利益有48万 因为整个工程下来 我是赚了多少? 28万 合约是300万 我整个成本实际投入是272万 所以整个工程我是赚了28万 好! 但是我前面误以为我的亏捕 会产生的是损失20万 所以我把这20万收回来 同时因为是最后一年了 所以我把我的整个工程毛利的28万 一并承认进来 所以我最后一年要承认48万的工程利益 所以可以看一下我的工程费用 就要承认的是49万5千 看懂吗? 好! 所以我刚刚是不是先抓住收入 我再来 然后判断我应该要承认多少的毛利 去推出我的费用是多少 好! 所以可以看一下在 好!在那个最后一年 你可以看一下234页 我的工程费用就是49万5千 就是这样从分路上面去看 好! 我习惯这样写啦! 我比较不习惯像课本的那样子写法 我比较习惯这样的写法 因为我觉得我很容易去对照出来 所以你习惯怎么写都没关系 这是我的思考逻辑 我喜欢这样子写 那课本有课本的写法 好! 那我的写法我是觉得 这样子写我可以很容易去对照 然后前后 这样子我比较容易对照 课本的写法 你也可以参考 那你不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 思考的方式跟逻辑 你怎么去写? 没有关系! 重点! 因为只有编表 编表的时候它就一定的格式 编表是固定的 资产负代表怎么编? 资产负代表怎么编? 这是固定的 其他的你怎么算出来? 重点是要金额 那你写分录 分录基本上科目也大同小异 大部分来讲科目也不会差异性太大 所以科目大概是蛮固定的 四大报表是一定的 格式是一定的 其他的都是你的计算过程 甚至我们想说 什么银行调节表 所以是什么? 你自己内部在作业 它不是对外的 所以你要怎么写? 没有关系 只要你调节出来 你的逻辑是很清楚就可以了 好吧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我们再讲成本回收法 好